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蝶的意思我昨晚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他是不会见你的 你还记得上次赐我的那把刀吗 别来这一套 我不欠你了 你的驱逐令也把我从红柱撵出去了 你得谢谢你姐姐 如果不是她夺了权 你根本回不来 先前后后都是匪夷所思 说正事吧 我想知道小蝶的计划 我不会给你自责聪明的机会的 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我相信你的能力 也相信小蝶比你更聪明 但是我喜欢小蝶 所以我只会按照她的吩咐办事 日子还长 以后的我也不一定没有机会 我在查你姐姐背后的事里 我要告诉你 小蝶并不安全 因为她所有的计划 都是围绕着我进行的 如果你继续按照她的计划行事 我可以活下来 但小蝶不一定 这是你希望看见的吗 小蝶掏空了沈家所有的家产 用尽黄金白银 为你铺就了一条逃出生天的道路 所有洪州的岗位 接亭 哨所 都被示意中进大地 整个洪州城内 会被遍地的经营扰乱 治安不存 边境处 近百辆汽车 会在同一时刻出关 他们都会被视作 有可能藏匿着你的可疑车里 整个洪州外海的渔船 被打点汇聚 而直达南方的水路 才是小蝶为你安排的真正密道 这是你去江州之后的联系人信息 他会把你带进胡家 小蝶真正的家 是那个垄断南方珠宝生意的胡家吗 对 那你呢 我负责装锋卖是好 借酒消沉 这个计划确实想尽周密 但是你隐瞒了最重要的环节 对吗 他会去念府找我姐姐 代替你 成为念府新的人质 这行不通的 你觉得我姐会杀了小蝶 也许你姐不会 但他背后的势力 为了要挟我回到洪州一定会 那你能救他吗 差一个环节 差在 如果你救了小蝶 念府那里就没有了人质 局势平衡不了了对吗 对 我真的很后悔 最开始没有阻止他嫁到念府 我和他不是在念府认识的 你也没机会 这个时候你就别言语我了吧 你掌握的那些信息 能反派为生吗 差一些 还差一些 还差多少啊 他为了保护你被千夫所持 因为担心你而实不下咽 我真的很想再给你来一刀 有的时候 我真是恨透了你们这样的聪明人 但除了你们之外 重要事情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你和他 仿佛是天生的一对 为什么还没找到 滚 别心急 只是输了一步棋 赢回来便好 说得倒轻轻 颜小姐不妨仔细想一想 聂人出逃之后 一定会去的地方 是哪儿 但那是我的家 姝子倒是无所谓 但要是被将了军 我们都得完蛋 我们都看到的 我们都得到车啊 对啊 所以我们都得到 他根据了 真是不孝王 你自己的女朋友 我接到我来的女朋友 没有 好久不见了 姐 怎么是你 只能是我 也别虚拾我 从商者皆为赌 以往都是小蝶主持陕家商业上的事情 我就像是个十足的废物 但这一次 我想自己说去 赌一把 赌你的眼 赢者放我同吃 赌住呢 我的命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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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儿生 心可硬看失去太匆匆 任知予一双眸 披荆的一道封 不可愿 负比余生 倘过雪还不尽触 只念 汹涌 妄想在世间裂缝 不怕羞学会从容 孤独把我日与回斗争重 他在传闻里曾何去何从 从来冰雪笑容 如现如生一场空 空荡荡却不悔的瞳孔 在迷雾中如今的枯勇 勇敢说 贪念这生死与共 孤独把我日与回斗争 他在故事里曾和谁相拥 勇人谈笑风声 如孤独爱意的指尘 尘埃中一念也不由衷 怕不渡深渊接近余生 生不逢却渡行生死与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